我们今天从地王记下的第20章开始读起 20章讲到西西迦生病 就说他西西迦病得要死 杨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去见他 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以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迦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迦就痛哭了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庭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 你回去告诉我名的君 西西迦说,耶和华你主大位的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这边是所罗门的宫室 所以西西迦就是住在宫殿里面 他这个以赛亚,他也是一个皇族 所以他跟王常常走得很近 所以他直接去到西西迦所住的房间里 从那边出来 出来,还没有到中院 中院应该是这个地方 英文这边写说,inner code 外面还有一个叫outer code,是大院 上面这个是圣殿,底下这个是利巴嫩灵宫 所以他等于是刚刚从王的卧房走出来之后 还没有到外面的院子 神的话就临到他了 说神听到了他的西西迦的祷告 所以神垂听了 他说,我必加征你十五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尘脱离亚述王的手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尘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 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 为什么哪一块饼贴在窗上就会痊愈呢? 原文是这样子,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把无花果把它捣碎 调成这个膏状,调成像泥一样的 然后把它贴在患处,它是一个窗 所以,这本来是会致命的 结果,这样居然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神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呢? 第一个就是说,告诉我们说 只要是出于神的启示 再奇怪的医治方式,都是有效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很奇怪的医治方式 主耶稣曾经吐唾沫在泥巴里面 然后用泥去抹人家的眼睛 也曾经吐唾沫去抹人家的舌头 乃曼去到河里面去洗七次 都是很奇怪的一些医治的方式 这里是用无花果的泥,抹在窗这个地方 就好了 所以,有人说,无花果的确是可以做药 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是要出于神的启示 只要是出于神的启示 再奇怪的医治方式,都是有效 所以,一旦神启示了 我们就在信心里面去做,就有效 第二个,当然他也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神除了说话、发命、医治之外 他也会借着药物来医治人 所以,照理说,神说 OK,七次药你可以好了 那就好了就好了吧 为什么还要再贴一个无花果柄 就表示说,有时候神还是要我们配合做一些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医药,让人得到医治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西西家就问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医治我 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他讲这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医治 但是他问说,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兆头 什么样的sign 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 这是他给你的兆头 你要日营向前进十度呢? 是要往后退十度呢? 西西家会,他说 日营向前进十度容易 我要日营往后退十度 神给他这个兆头,真的是不得了 他说,OK啊 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轨 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了十度 这个亚哈斯的日轨 有人认为说,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英文是说,亚哈斯的stairway 亚哈斯的楼梯 这个楼梯怎么样能够来测时间? 应该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日轨 它这种方的方向是这样子 右边是东边,左边是西边 所以当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 照在日轨上面,就会有影子 上午的时候,影子就这样照过来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影子,就会照在阶梯上面 当太阳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看右边的阶梯,一二三这样下来 所以你就看着它影子到什么地方 你就知道现在时间到了什么时候了 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到最下面 到中午了 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影子是从上头往下 一步一步往下走的 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在往左边 所以影子会变这样子 所以影子就会从底下往上,一接一接走上去 所以,下午的话是往上走 上午的话是往下走 他说,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轨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向前进,原文是什么?向下行 英文是说 The Lord made a shadow, go back the ten steps It had gone down on the stairway of Ahaz 就是说,他本来是往下走的 现在要倒退回去 所以请问,他本来往下走,现在要倒退回去 表示说,他这个时间目前是在上午还是下午 是在上午 因为上午的话,那个才是往下走 所以他现在是从下面要倒退回去 所以他是从中午变成清晨 所以这个是神给西西迦的一个sign 从这个,他给他这样的一个照头 让我们看见什么? 我觉得说,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幽默 我们就是好像在这边看到的是 天父他用太阳变一个小把戏给他的孩子看 要显明他的亲切眷顾跟幽默 天父要给西西迦,他的孩子一个系号 给他看,真的你会得到医治哦 那你要什么样的一个扇 天父就拿什么? 拿太阳变一个小把戏,让太阳往回走 你就觉得说,西西迦到底是何德何能?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居然神用太阳,让太阳倒退回去 来给他证明说,我真的会医治你 这就是让我们看见神 真的是一个慈祥,一个亲切的天父 祂跟祂的小孩子好像玩游戏一样 看爸爸给你变的小把戏 把太阳当作球一样,在那边丢来丢去 给那孩子看 我觉得在这边我们看到 神是很可亲的一位神 很慈祥的一位父亲 接着我们来看 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迦病而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这个比罗达,巴拉旦是怎么回事? 他是在祖前721年到710年的时候 他做巴比伦的王,在这个时候 那是西西迦年间 之后,他在710年 就被亚述王撒尔根给废除了 然后后来,他到703年到702年 他又复位了 之后,他又被亚述王西拿基里给废除 那时候,他就逃亡到以兰 现在,他来看西西迦到底在什么时候? 我们看看西西迦他做王的时间 他是在和西亚第三年的时候,西西迦做王 那时候他25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 他是亚述王西拿基里上来攻击他的时候 是在西西迦的第14年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 亚述王上来攻击犹大 是在主前的701年 所以,这是西西迦王的第14年 所以,西西迦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 往前推14年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时间应该是亚哈斯王崩的时候 那个时候,西西迦单独做王 所以,他从他登基,一直到他单独做王 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他跟亚哈斯共同执政的 然后,等到他单独做王之后 经过14年 那时候,西拿基里就来攻打他 然后,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 这29年,应该就从他单独做王,开始算起 29年 那你就看到,这29年,减到前面14年 后面就有15年 他病得医治,又活了15年 所以,很可能就是他病得医治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西拿基里来攻打他的那一年 那个时候,问题是,巴比伦王,比罗达,巴拉旦 他已经不是巴比伦王,那时候已经被废除了 那时候,巴比伦已经被亚述攻占 所以,他就逃到以兰去了 但是,很有可能 那时候,他虽然已经被罢处 但是,他还是想要东山再起 所以,那时候他就派人来探望西西迦 希望能够跟他结盟 西西迦还是承认他是巴比伦王 所以,很可能是在701年的时候 当西拿基里被天使击败之后 那一年,西西迦生病 同时,巴比伦王派人来看他,都在同一年 所以,这个是在他生病的时候 从前面25岁开始算起 到目前,这一年他是53岁了 那巴比伦王,为什么突然想来看他呢? 这么远的地方 因为巴比伦有很多星象家 星象家一看到这个日头,往后倒退10度 就想说,这下子是什么事情 他们一看到,这一天出现异象 然后后来听说,这个是犹大的一个王 病得医治,神给他的一个兆头 所以他们想说,这还得了 所以他那时候,巴比伦王才会想到说 来跟西西迦结盟 这个是神跟他同在 所以他就想来跟他结盟 一起来抵抗亚述 这样子也可以让巴比伦复国 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推论 这个马拿西是什么时候开始 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呢? 什么时候登基呢? 因为马拿西的孙子叫约西亚王 是在609年夏天 死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手 那个是确定了一个历史事件 我们从那个时间点往前推算 马拿西就应该是在696年的时候,登基了 所以你看到,他从马拿西696年登基 一直到西西家过世 终于有10年的时间 所以这10年,应该是他们父子共同执政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 12岁就让他登基,为什么呢? 应该就是西西家知道说 我只有15年可以活 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年日不多,可能过了5年了 只剩下10年 这时候马拿西,一旦他满了12岁了 12岁在以色列律法当中 他们就成为律法之子 就从这12岁以后,他们就开始要守律法了 他们开始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了 所以一旦他成为律法之子 马上就让他登基,让他实习做王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当西西家病得医治的时候 马拿西不是还没出生,他已经出生了 而且他已经7岁了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西西家多活了15年 结果马拿西登基做王的时候 才12岁 可见马拿西是在西西家多活 这15年当中生的 所以西西家实在不应该 跟神求这15年的寿命 因为这当中生出一个马拿西 是一个最坏的王 但其实我们看算一算,其实不是 因为他当西西家生病的时候 马拿西应该已经7岁了 他12岁登基的时候 西西家还没有过世 他还多活了10年 因为他们当中有共同执政 所以他不是在西西家多活这15年当中生的 现在就是这个巴比伦王猜死者来了 结果给他信、给他礼物 结果西西家就听从死者的话 就把他宝库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高油 还有武库里面的一切的军契 还有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他为什么要给他看? 因为他们要结盟 所以他要知道你有多少实力 所以他说,不知道你们这个国力如何 西西家就很想展现一下他的实力 所以都给他看 于是先至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猜 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面看了什么? 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就怎么说呢? 他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这时候神突然就感动以赛亚说 他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那时候,巴比伦已经亡国了 因为已经被亚述征服了 所以那个王已经被罢处了 他想要复国,但是目前是被亚述压制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巴比伦根本还不成气候 但是以赛亚就已经先预言了 将来有一天,巴比伦会把你们全国都掳走 西西家就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 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 西西家的心态有点奇怪 他就想说,没关系啦 后义、犯难,没有关系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的日子太平和稳固就好了 但是问题是,儿孙的患难是你造成的 这件事情在一百年之后就应验了 总而言之,他这里头 我们如果看历代支的话 他这边怎么讲这件事情 历代支32章31节说,我有一件事 就是他前面讲到西西家里面各样的丰富 怎么样在国内有许多的建设 但神都祝福他,西西家领受了很多的祝福 他说,我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巴比隆王差遣死者来见西西家 访问国内、国中所现的骑士 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他病得医治 他说,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所以,神这时候离开他 要测验一下西西家的内心 所以,这件事情显示出西西家 他的内心是怎么样 我想,他就是为了,你显明出了 他为了要取得巴比隆王的认可跟合作 西西家就使出浑身的解数 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 现在从远方有一个人来,找你 然后说,哇,你好厉害 发生这么奇妙的事情,神与你同在 然后,我们想跟你合作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 你目前的情况,你的实力怎么样 所以,他就要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 这显示什么? 显示西家的潜意识里面,大概是倚靠人 他指望得到巴比隆王的肯定 他觉得单单靠神,好像还是不够 如果能够多有一个盟友 他更有把握来抵抗亚述 当你要讨人的喜悦的时候 你就会把这些东西展现给别人看 但是圣经上面说,诗篇118篇8到9节说 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 当我们对人有所求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做一些动作 我们会尽量的promote自己 推销自己 你就很在乎人家对你的感觉 对你的观感怎么样 因为你对人家有所要求 但是一个中国人说,无欲则刚 如果你对别人没有要求的话 你就不会那样子的希望他怎么样来肯定你 他怎么样来认可你 但是你从西西家对巴比隆王的死者的反应 你就知道,西西家非常的渴望得到死者的认可 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最好的都展现出来 另外,这个也显示说 西西家借由他炫耀 他自己所拥有的,要博得从人来的荣耀 他说,我现在好蒙恩 人家说,你病得医治啊 他说,对啊,感谢主啊,神祝福我 这都是神的恩典,没错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就开始在做见证的当中 在荣耀自己 人很会这样子 一方面我们是在荣耀神 但是一方面,借着这个机会荣耀自己 西西家就这样子 他借着这个机会 他要得到从人来的荣耀 但是耶利米书9章23、24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务夸口 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 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里面的最大的财富 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眼睛看得见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我们里面有主 我们认识神,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财富 当你里面虚的时候,你才会拿外面东西来夸口 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才是真正存到永恒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夸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所拥有的财富、头衔等等 这表示我们的生命太幼稚 还有,哥尼多前书四章七节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吃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西西家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 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这许多的祝福跟恩典的时候 我们要分外的小心,要低调 当我们什么时候,一旦的骄傲起来 你会发现,神的那个管教,或者是神的这个责法就会下来 因为神就往往会把手稍微挪开一下 让我们受到一些打击,免得我们过于至高 所以,当我们在恩典当中 我们要格外的要保守自己 要紧紧的隐藏在主的里面 知道说,这些都不是我该得的 这都是神所赐的 然后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只能信我呢? 我们太热衷于得到人的称赞跟肯定 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神肯定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神肯定了,人肯不肯定就不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急急盈盈的去讨好别人 然后盼望别人对我们很另眼相看 不需要,这都不需要 我们要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巴比隆王的死者来,神暂时离开 西西家就要看他内心如何 内心如何,你到底是以什么东西为你的夸耀跟满足啊? 你到底所依靠的是什么?你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人呢? 在这个地方,西西家没有及格 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 但在这一点上面,也暴露他内心里面的一些软弱 西西家其余的事,跟他的永迪怎样挖池、挖沟、淫水入城 都写在犹大的猎王旗上 西西家和他的猎主同岁 他儿子马拉西,接取他作王 所以,西西家在他一生当中,他依靠神 他说在他之前,在他之后的王都比不上的 但他在他的国家的建设方面 他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做了一条渠道 就是西西家的水道 他这个水道,把从右边这里,基训泉的水 给他引到左边这边,是西罗亚的池子 西罗亚的池子,水位那边,地势低一点 基训泉那边,是高一点 所以,他就从地底头挖了一条隧道 让水从基训泉可以到西罗亚池子 可是实际上,这两个地方 它的高度,其实相差不是很多 只有差30公分而已 它这整条水道,有533米 所以,落差很低 但是,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那么小的一个落差 你要让水能够从右边流到左边 那这个工程要做得非常的精准才可以 不然的话,水流到中间就流不过去了 它这个是截面图,右边这个是基训泉 这个是在城外,底下挖了一个水道 上面中间是古城墙 所以,他们为了怕这个城市被敌人包围的时候 城内没有水 然后,你要出到外面去打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就从地底下,就挖了一个水道 让这个水可以流到城里面去 这个是西基加的水道 你看,人站在里面,水到了他的腿那个地方 然后,马拉西 马拉西这个是最糟糕的有王 他登基的时候,年12岁 马拉西在这儿 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母亲名叫携西巴55年 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了外邦人 所行可证的事 他行了什么恶行呢? 第一个,他重新建筑他父亲西基加所毁坏的秋坛 他父亲好不容易把那些秋坛都给摧毁了 他又把它重新建造起来 然后,为巴黎祖坛,在圣殿里面立亚瑟拉的像 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亚哈那时候在以色列推行什么样? 拜巴黎,拜亚瑟拉 所以马拉西居然也把这些恶习带到南国来了 不仅如此,他还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圣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 拜日神、月神,还有那个星星、金星什么的 这个是巴比伦他们那边的信仰 把他引进来了 而且使他的儿子惊活 又观照用法术立交轨的和行巫术的 不仅他自己拜这些偶像 他也引诱犹大人去行恶 也鼓励大家来拜 比神所灭的列国,迦南列国更甚 而且他还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这最包括以色亚 根据犹太人的传说 以色亚就是被马拉西用锯子给他锯死的 他把以色亚放在一个空的木头里面 然后把以色亚连同木头,一同把它锯成两段 这是马拉西所做的 所以耶和华就借着他的仆人中间之说 因着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证的恶事 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得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献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明 这个以前有听过吗? 这个什么地方讲的? 撒摩尔 对,讲到谁? 讲到以利加 神要把审判临到以利加 他说要听到人无不耳明 这是第二次提到要让人耳明 神不会把灾难降下来 让听到人都大大的惊害 他说,我必用良撒玛利亚的准神 和亚哈加的献陀 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 意思就是说,神怎么样审判撒玛利亚 今天他也要审判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他会被完全的抹除净净 我必弃掉所余圣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掠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主出埃及,直到如今 藏心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 但是,这个叫做马拿西这么恶 但是居然在历代词里面提到他后来悔改了 那时候,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用挠勾勾住马拿西,用铜链守住他,带到巴比伦去 所以,这个可能是马拿西到了晚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那时候是亚述班尼帕,做亚述王 马拿西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并且在他列主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错国位 所以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所以你看到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 其实这么恶的一个王,当他愿意真实的悔改的时候 神还是垂听他的祷告 所以这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又做了一些工程 更要简单,他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 都拆毁,抛在城外 所以他居然还做了这些事情 这让人家非常,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么大的改变 但是问题是too late 他这些举动,已经没办法挽回犹大的命运了 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 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百姓却仍在秋坛上献祭 是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还是,秋坛还是在 虽然是用来献祭给耶和华的 后来,马拿西死了之后,亚门 他儿子亚门登基,年22岁 在这儿,是在耶路撒冷做亡两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跟他的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历代诗说,他行这些恶 他却没有向他父亲晚年的时候悔改 这一点是更差 他离弃耶和华,他列主的神 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亚门王的臣仆就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亦他儿子约西亚皆续他作王 所以,亚门只有两年 而且他一生当中,就是行恶 没什么好讲的 但接下来就是约西亚 约西亚是南国数一数二的好王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母亲知道耶底大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他在历代诗下有提到,他作王第八年 尚且年以后,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 那时候他第八年,就是他八岁登基 所以那时候十六岁 然后到了第十二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二十岁 他就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 而铸造的像 然后二十六岁的时候 就是第十八年的时候 他整修这个圣殿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他说,十八年的时候 王就差遣米苏兰的孙子 亚撒黎的儿子书记撒帆,上耶和华殿去 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迦 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就是守门从民中收据的银子 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 就交给了都工 之后再交给这些工人 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 又买木料鱼和铁成的石头,修理殿鱼 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成石 这跟当初约牙狮王在修理圣殿很像 后来大祭司希勒迦对书记撒帆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照理说,他们都应该要有律法书的 祭司要有,王也应该要有 可见他们平常都,律法书都已经不见了 他们突然,这时候在店里面找到律法书 觉得很稀奇 希勒迦将书就递给撒帆,撒帆就看了 然后书记撒帆,书记那个外交部长 到了王那里,回复王说 你的仆人已将店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 交给耶和华店里办事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他又对王说 祭司希勒迦递给围卷孙 撒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 吩咐祭司希勒迦与撒帆的儿子亚西干,米开亚的儿子雅各坡 书记撒帆与他的成夫亚撒亚说 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 因为我们列主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 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 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这个律法书,从广义上来讲是摩西五经 狭义上来讲的话,就是生命记里面中年的几章 那个就是把整个律法书的精华 在那几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有讲到说他们如果遵从神的律力的话 会蒙什么福? 如果是不遵从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咒诅? 所以当王听到这些祝福跟咒诅的时候 他就撕裂衣服 发现他们根本都没有遵守 所以去找人去问一个女先知 叫做呼勒大 这个呼勒大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区 他们就去请问他 他就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 才见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 所以这个灾难一定会来 神会照着他在书上所讲的 让咒诅临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无庸置疑 但是,然而参见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的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 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 你便心里敬福,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向我哭泣 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主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往去了 所以,因为约西亚向着神话语的态度 祂不让约西亚有生之年,看见这些灾祸临到犹大 祂会平安的归到祂列主的坟墓那边 其实祂那时候死的时候,是被法老王给杀了 死在战场上面 但是后来祂被埋葬的时候,是被吉埃荣 全国都为祂爱哭 所以,祂也算是归到祂列主那边去 不是说是流荡在外,不得进到祂列主的坟墓那边 没有这样子,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非常在乎自己 能不能进到列主的坟墓 王就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他和众人与以色列的居民并祭司先知 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在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心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众民都服从这约 所以,祂以王的权柄 把所有的百姓都召聚来跟神立约 接着,祂就开始洁净,洁净各个地方 在历代次下,祂讲到的是在约西亚王12年所发生的事情 这里,祂不是已经到了约西亚的第18年吗? 所以,这边有一段话,看起来很可能是 它是先发生的,但它写在这里 那时候,祂不是静心静意寻求神吗? 后来,它洁净全地 所以,可能这事情已经先发生 后来才发现那个律法书 然后跟神立约,然后守这个月结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这之前 他可能就吩咐大祭司跟父祭司,还有把门的 把他为巴利尔亚瑟拉,还有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 都从耶和华殿里面搬出来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 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伯特利那边 那时候,其实伯特利是属于亚述的一个神 但那个地方因为是拜偶像,所以那个地方要算不洁净 所以,他就把这些烧的灰,算不洁净的东西搬到那边去 不要让这个犹大,汲取战然无悔 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 在犹大成立的秋潭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 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行星病 天上万象烧香的人 然后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 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 把它污秽就对了 又拆毁那耶和华殿里鸾同的污子 就是妇女为亚瑟拉吃葬子的污子 并且从犹大的成义,带中吉斯来污秽司烧香的秋潭 从加巴子到别斯巴 加巴是犹大的北边,别斯巴是南边 又拆毁城门旁的秋潭 这秋潭在异宅耶稣亚门边,进城门的左边 只是秋潭的祭司不登基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 只在他们弟兄当中吃无效饼 那些曾经在秋潭来服侍的祭司 现在不能在神的圣典里面服侍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吃无效饼 又诬秽心嫩子骨的陀斐特 不许人在那里死,儿女精火献给摩洛 又将犹大猎王在耶和华殿门旁 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油郎的污子 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策 这都是拜伍将的东西 心嫩子骨在南边 他们是到垃圾,烧垃圾 所以像是一个焚烧场一样 他们在那边让儿女精火 圣殿在北边 然后,犹大猎王在雅哈斯楼顶上所煮的坛 而马拉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间所煮的坛 王都拆毁,打碎了 就把灰盗在吉伦西中 虽然马拉西悔改了 可见他所做的还很不彻底 到处都有他那时候拜偶像的遗迹 吉伦西在东边 然后,从前 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右边 为西顿人可征的神,亚斯塔路 摩亚人可征的神,基摩 亚门人可征的神,弥勒公所足的秋坛 王都误会了,又打碎筑像 砍下墨,将人的骨头充满那地方 把他通通误会了 耶路撒冷东边是橄榄山 橄榄山有分三个山头 南边那个山头叫斜壁山 他说斜壁山的右边,右边就是指南边 所以斜壁山的南边,有一些偶像秋坛 他都把他给摧毁了 他将伯特利的坛 就叫以色列人现在醉里尼巴的儿子 耶路撒冷所住的那坛 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 他不仅在犹大全地捷径 而且他现在捞过戒,到了犹大以外 到了伯特利 伯特利本来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 这都是亚述的一个省份 他都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坛给他拆毁 那个坛就是那时候拜金牛堵的那个坛 约西亚就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 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 烧在坛上污秽了坛 让人不能够再用这个坛了 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 以前有一个神人,犹大的神人 那个先知就是去对耶罗伯安发预言 他说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命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在那坛旁要烧香 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 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什么?约西亚 那时候在几百年前 就把约西亚的名字讲出来了 他必将秋台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所以现在约西亚所做的,就应验了当初的预言 那是三百年前的预言 约西亚就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 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 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潭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 所以约西亚就说,犹他把不要挪于他的骸骨 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由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骸骨 撒玛利亚来的先知就是伯特利的老先知 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里建筑秋台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秋台的祭司都杀在坛上 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人去了 这时候再回到约西亚十八年 他刚刚不是站在这个殿的旁边跟他们立约吗? 我觉得跟这个地方接下来比较衔接 他说,王就吩咐众名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 向耶和华的你们的神,守月节 自从事实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 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 他们真的都没有守逾越节吗? 我们其实看一下,在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有守祝鹏节 那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祝鹏节 后来到西西江的时候,有守逾越节 不过那个时候,守的逾越节是在2月14日 他们逾越节本来是应该1月14日守的 因为那时候,西西江他洁净圣殿等等 一直洁净到1月16日才完全洁净完 所以来不及守逾越节 所以他们就等到下一个月,守逾越节 那时候,历代是说 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 所以当他们守这个节的时候 神把那个喜乐放在他们的当中 现在约西亚,他也是守逾越节,是在1月14日 所以他说,从四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 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后来,守罗巴伯的时候 他们贝鲁归回,他们守祝鹏节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们守节的一些历史 然后以色拉跟尼西米的时候,他们又守了一个祝鹏节 那时候他说,从嫩的儿子约苏亚的时候 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 所以你看到历史上,虽然神有吩咐他们要守耶和华的节期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忠实的去守这个节期 所以这几次他们守这个节 圣经里面还特别说,哇,这是多久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当他们守这个节的时候,非常的喜乐 神把那个喜乐放在他们当中 关于这个守节,我就想到说 最近,我有收到网友在问一些关于守这个节期的问题 我也给他回答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教会 开始对于守这个旧约的这个节期 好像开始有感到兴趣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 关于守这个节期,有什么样的教导 那个网友他问我说,既然新约时代也有守节期 为什么现在也不守了呢? 我就跟他说了,因为新约时代的犹太人 他们是受割礼,他们也守节期 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到了月节 还是上耶路撒冷去 新约里面,他们那些犹太人还是守节期 但是问题是,外邦人就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旧约是针对以色列人的 神跟外邦人,他们跟外邦人所立的是新约 所以外邦人从来就不在旧约之下 因此不需要守节期 这大家可以理解吗? 因为神没有跟我们立旧约 所以旧约里面那些规条,守节期规条 不适用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今天是新约 网友他就说,礼拜天是sunday sunday是太阳神的日子 为什么你们要守主日? 我就说,根据圣经 礼拜天是叫做七日的第一日 这个是叫做主复活的日子 所以我们是按照圣经的观点来看,礼拜天 不是按照异教徒的观点来看 异教徒,你说他是太阳神的日子 随便你怎么说 但是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这个sunday不是太阳神的日子 对我们来说,这是主复活的日子 所以不是因为说,你说他是太阳神的日子 所以这天我就不去敬拜神 因为这个敬拜神会跟太阳神混在一起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个日子 然后他说,圣经里面哪里说 要在耶稣复活的日子去做礼拜呢? 他说,从创世纪就制定安息日 后来成为实界里面的安息日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守这个安息日呢? 反而去什么礼拜天去聚会呢? 现在真的是有好多的说 应该是安息日聚会才对 那我就说了 在耶稣的复活的日子,就礼拜天聚会礼拜 这个不是圣经的规定 这只是起初教会的做法 因为从《使徒行传20章第7节》 还有更多前书 《16章第2节》里面都看到 《使徒行传20章第7节》讲到什么 那时候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 那时候他准备要起行 那天是一个主日,他是一个七日的第一日 他们就拨饼聚会 哥林多前书,保罗是说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要收集捐献 到时候他们要拿去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地方都看到 他们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 然后后人就跟着做 其实基督徒要在哪一天? 礼拜神,敬拜神都可以 因为在乎灵,不在乎疑闻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在礼拜天聚会? 不一定 礼拜六可不可以?可以 礼拜五也可以 哪一天都可以 因为要紧的是在乎灵,不是在乎疑闻 不是说非哪一天不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约了 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就是说,安息日比较特别 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就每一天都一样 所以保罗说,没关系 只是个人心里的意见要坚定 熟日的人是为主熟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是为主 不吃的人也感谢神 所以你要在乎天敬拜神 你只要心里头想好了就好了 不要跟别人在那边见论 关于守安息日 为什么我们不守安息日? 因为安息日也是旧约的条例 保罗说,你们谨守日子 什么叫谨守日子? 就是守安息日 还有月份,还有节期,还有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 保罗说,讲这个话是对外邦人说的 所以外邦人如果今天回去守安息日的话 就是谨守日子,如果去守节期的话 就是谨守节期 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 就说你们没有抓到福音的精髓 不是外邦人,是外邦的基督徒 对,外邦的基督徒 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守这些东西 神的国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 如果我们专注在仪文规条当中 就没有抓住福音的精髓了 神的国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 就是说,我们要更加的像耶稣 这是神,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身上 神要在我们身上掌权 如果我们说,你哪一天守了这个什么日子 这个就不是福音的精髓 那个网友说 他说,《使徒经》20章第7节 保罗在特罗亚播饼聚会 他说,那是一个复活节 复活节是每年一次,不是每周都有 还有,他说每个礼拜七日第一日要奉献 他说,那只是让他们在那天 按照收入准备的捐款 是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特殊捐款 不是守礼拜的以示 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解释 因为20章第7节肯定不是复活节 因为20章6节已经过了除孝的日子 除孝的日子是什么? 就是玉丽节之后的那七天 然后又坐船,坐了五天 在特罗亚又住了七天,最后一天 就是平常礼拜天才破冰聚会 所以那时候已经离玉丽节超过差不多20天了 主耶稣是在玉丽节之后第三天就复活 所以那天绝对是一个普通的清一天 他们有例行的破冰聚会 所以那不是一个复活节 这可以肯定 另外,他们每个七日第一日收奉献 就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趁着聚会的时候收奉献 对不对? 他不可能每个礼拜天,专专跑来奉献之后就回家 如果说,你们每逢礼拜五就要收奉献 为什么礼拜五? 礼拜五如果没有聚会的话 礼拜五收奉献,今天就没有意思 如果礼拜天没有聚会,你跑去收奉献 这也没有意思,肯定就是礼拜天聚会的 后来,他说 保罗,讲到台书4章10节 保罗是指着他们固守旧约律法的节期 但是新约的节期,需要遵守的 不是什么律法都不遵守 保罗自己和耶稣都遵守安息日 然后,更丽多前书9章可以知道 保罗虽然不守旧约摩西的律法 但是也遵守了新约的基督律法 希伯来书可以知道,律法没有废除 只是更改了而已 圣经里面有两种律法 他引用的圣经,其实有些不是很准确 总而言之,我是这样说 律法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是道德方面的律法 就像是爱人如己,不可以兼淫 这属于道德方面 还有一个礼仪方面的,就像献祭 守安息日跟节期,这是礼仪方面的 道德方面的律法 今天我们是靠着圣灵 可以活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礼仪方面的律法,则是因为基督的来到 而使这个隐儿成为死祭 成为什么死祭呢? 基督成为那真的祭物 祂是那个真的祭司 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真的安息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拘腻,拘守这些规条了 保罗跟耶稣守安息日 因为才说他们是犹太人 旧约是给犹太人的 但是保罗绝对没有要求外邦的门徒守安息日 因为这是违反福音的精神 所以他才会对那些要求外邦信徒守日子,守割离 守节期的那些假使徒,深恶痛绝 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生命被改变 彰显祂的形象,成为祂的种子 守安息日跟节期,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耶稣 最后他说,你们为什么还每信天守主日呢? 为什么还守什么圣诞节呢? 我说,基督徒在主日聚会,并不是守主日 不要搞错,我们不是守主日 因为这个主日聚会不是圣经的规定 它只是一个习惯跟榜样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天,礼拜、聚会都不算犯罪 守安息日的不一样 因为旧业里面那是一个规定 不守就是犯罪 所以基督徒不是用守主日,来代替守安息日 这两则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圣诞节不用说了 它不是三经里面规定的节日 时间点也不对,它是异教的迷信 来自异教的迷信 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教大家要守圣诞节 最后,总而言之我说 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彰显,为他掌权 创世记1章26节 所以我们如果老是绕着该守什么日子 截起来打转的话 我们就像法利赛人 蒙从你们就律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这个守的日子就像是割离 保罗说,受割离不受割离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所以再说一次 守日子截起,不会让我们更像主 只会让人以此夸耀 并且去定罪不这么行的人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宗教徒的特色 以守律法为傲 这已经偏离福音的精神很远了 所以,因为刚刚提到说,他们守月节 他说,从来没有很久没有这样守了 大家都很喜乐,神祝福他们这样子 没错,但是问题是 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要在这个实际里面 约节是讲什么? 约节讲到说,我们需要重生得救 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五旬节,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进入到五旬节的实际了 今天不是我们五旬节还在那边拿两个饼在那边献祭 那就不对了,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才是那个实际 吹脚节,吹脚节 他说吹脚,不是 吹脚节是要等候我们要被提 末世号筒吹脚到时候,我们要被提 然后祝福节,我们要进到千年国度当中 与基督一同掌权 与他同住,做王掌权 我还有一个赎罪日,那天是以色列人全家悔改 所以这些节,其他有属灵的含义 今天我们到了新约,我们要抓住这个属灵的含义 不要只是在外表的仪式上面抓住 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守安息日? 大家需要有概念 守安息日,不会让我们更像耶稣 像耶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们要彰显神,神的重子要显现出来 但是守安息日,不会让你变成神的重子 所以,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贵的、行巫术的 与家中的神像的偶像,并一切可争之物, 约西亚禁都除掉 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心尽力的 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人不止息 是因马拿西诸事日而动他 马拿西所犯的罪,让犹大国一直往下冲 没有办法回头了 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 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尘耶路撒冷,和我所说利我名的殿。 好。 要呆坐。